反服貌太陽花學運50萬人來上街 中原院學者黃國昌與國策顧問好名義 都要求總統馬英九出面來回應學生訴求 甚至還原過去馬總統的承諾 中原院副研究員黃國昌在下午4點左右上台 他一上台就要求在場的黑三軍 喊出最核心的訴求 我們的會式訴求就是 先立法再選擇 馬英九在內的記者會裡面 用一些話術 導致了很多媒體被混淆 被迷惑 說我們的四項訴求 他大運了三項 他大運了三項 我們今天在這邊 就我們最核心的訴求 剛剛各位朋友都已經喊出來了 而他也要求所有的立法委員 在這個關鍵的時事入口 都要出來表態 民進黨新民黨 還年黨的立委的承諾書 都收回來了 國民黨的立委 國民黨的立委 你們正在面臨 這一個關鍵的時刻 清楚的告訴我們你們的選擇 讓我們也可以清楚的選擇 下一次是不是要把你們組出國會 好不好 前國社顧問好民意 也在傍晚6點30分上台 一上台就拿出總統馬英九 在四年前跟蔡英文 辯論ECFA的畫面 同時呢 他是由海基會跟海學會 這兩個單位來簽 本著尊嚴對等跟互惠的原則 每一次正式協商的前後 都會向立法院報告 並且對外說明協商的進度 協議簽署以後 一定會送立法院審議 他也沒有講說 協商協議開始前後 讓立法院知道 他也沒有說 每個程序要報告立法院 他也沒有說 協議簽名之後 要來有沒有要簽署立法院來審議 有 有沒有要說審議通過周常的生效 有 現在是誰 竟然在整個的立法委員 包括他們自己國民黨的立法委員 沒有一個人知道 王建平都不知道的情況下 去年的6月21號竟然簽署了這個協議 台灣首次學生佔領立法院的學潮 各界關注不斷 站在台灣民主的分水裡 後續的發展值得大家持續關切 新唐人也 但是台灣台北這裡報導 這就是財務部閑道